各位好 今天 要來幫 挖寶 幫挖寶 小保養 大保養是一個月一次 小保養的話 我就會使用 海鹽 優點 或者是 抗菌的 那當然身體濕淹水也是可以 但是身體濕淹水 我很少去買 對啊 因為我覺得 對我來講好像 比較沒有什麼 殺菌的功能 OK 這個挖有沒有夠多 這裡全部是挖 我都放在浴室裡面 好 那我現在跟各位說 你看我這是治癌水 但是這個是鋪氣過的 我每天都會固定 用快完的時候 我就會把它儲水起來 大概你用到一定的量就可以了 我現在先簡單跟各位分享 好 當然我的那個 一些 反覆的那個 操作方式 還是很多 但是我都盡量直接講重點 這樣子 各位會比較 容易 聽得懂這樣子 好 這瓶夠大瓶了吧 我之前另外一瓶已經用完了 我這次的小保養是要用 優點 0.9 優點 反正他們就是有殺菌的功能 其實 順便在這邊跟各位閒聊 我講我自己就好了 別人我就不想講 就是我所說的一些使用方式 還是飼養 各位都先參考 好 那你可以去 網路上 再求證 求證 不要 一下 這一次買的 怎麼是這一種的 居然沒有那種小孔 沒關係 我就慢慢倒 這樣好像有點太多 沒關係 我待會再加一些水 對我的意思就是說 就是我講的方式 各位都 可以先參考 那 再去求證 好不好 因為網路上 其實還是有很多資訊 當然 有的 呵呵 有的私訊 我說到看到 整個都演話撩亂 不知道到底 應該要怎麼做才好 其實你就 看嘛 有一些文章 太久的 你可以看那個時間 有的文章如果太久的話 我是覺得那個就 不大 完全 我也不是說不能 不能參考 就是不能完全 全部 採用 因為我說過 時間點 跟你現在的挖的處境 跟你試養的方式 像我就提過了 我的飾養方式 跟環境搞不好都跟你不一樣 所以如果你用的方式 在你那邊的挖 如果不適合怎麼辦 對不對 對啊 啊像 優點這個 我好像 我好像我也沒有聽過 有 網路上人家分享說 可以用這樣子讓 讓挖 做保養的 我不知道 因為我很少去搜尋 以前我都會搜尋 現在我都很少搜尋 好不好 像這樣子齁 就可以了 那 如果你怕 太濃 因為我覺得還是有點濃 再加一些 好了 又點了殺菌效果 各位可以去上網查 還不錯 對啊 我還是建議泡草不要太久 OK 我開始忙了 謝謝